兄弟们好久没有大力出奇迹了 听说这一带啊有八爪鱼出现 都躲在这些石头底 哎呦我的个亲娘嘞 我去终于抓到八爪鱼了 也不知道是咱家哪位老铁给我带来的好运啊 如果是你点个红星吧 老铁们给个小红星 喜欢港海加关注 看我带你们港海直播抓海鲜了 长时间啊 终于在海边发现一块好地方啊 里面的龙鱼特别多 每当退潮的时候 我馋了想吃龙鱼啊 就来这边捡点龙鱼回家 包汤我们稍微下 我怕被同城的老铁发现 那以后吃鱼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啊 加关注吧 看我港海直播 兄弟们啊 这叫狗头脏水疼呢 追他追了有五十里路啊 鞋都跑掉了 嘿嘿嘿 最终还是被我抓住了啊 你看这小肚皮给他气一道 嘿嘿 鼓鼓的 见过老铁扣个一 有的老铁啊没见过 反手就是点了颗红星 然后加了一个关注啊 每天看你们港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啊 这种鱼叫做松江鲁鱼 非常的好吃 一般人都是吃不到的 也是非常罕见的 今天我把这两条小鱼给放生了 如果放生能够换回咱家老铁 一个小红星和一个关注的话 我感觉是非常值得的 一会咱们直播赶海了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也请帮忙点个红星 加关注 一会直播咯 钻子一把叫狼鱼条 又叫虾的鱼啊 因为他的眼睛已经退化了 是看不见的 此鱼身性凶猛啊 见啥有啥 而且长得还特别的丑 你说气人不气人呢 嘿嘿嘿 虽然丑点啊 但是它也是一道美味啊 有的老铁第一次见这么丑的鱼啊 就会点了个红星 然后加了个关注 靠每天带你赶海直播